生活中,相信许多人都有在洗碗精洗手液或沐浴炉里加水稀释使用的经历,但是这样做到底正确吗?可能我们会遇到两种情况。 情况一,洗碗精洗手液或沐浴炉太浓了,一开封就加自来水稀释使用,浓度刚好,而且一瓶变成两瓶比较省钱。 情况二,洗碗精洗手液或沐浴乳快用完了,倒不出来,直接丢弃又浪费,倒入自来水稀释彻底用完。 同样都是加水稀释,但情况一是错误做法,情况二则正确,但是有注意事项。 经验联合诊所皮肤科院长蔡宜山在脸书撰文指出,自来水并非完全无菌,加到洗碗精或洗手液沐浴乳的瓶子里,可能增加细菌或其他微生物的量。 不仅如此,如果像整瓶产品中大量加水,还会让产品本身添加的防腐剂浓度被稀释,使防腐效果下降,微生物大量滋生,造成产品容易腐坏变质。 如果觉得清洁产品太浓,能不能倒入另一个小瓶中再稀释使用? 蔡院长认为这种做法可以,但强调要倒出一次使用的分量,并当次用完以免滋生细菌。 如果产品快用完了,瓶底剩一点点,这时就可以直接加水到瓶中稀释,把剩余的产品彻底用完。 最好使用煮过的开水,放冷后倒入瓶中稀释,并在三天内用完。 这些生活中常用的清洁品几乎都含有界面活性剂。 有些民众误以为这种成分能抑制细菌生长,界面活性剂并没有抑菌的功能,防腐剂才有。 界面活性剂是让两个不同性质,原本不相容的接触面变成不再排斥而靠近,因此产品里面有界面活性剂,不代表微生物无法生长。 现在市面上贩卖许多清洁产品的补充包,如沐浴露、洗发精、洗手液等等,让购买的民众可以重复使用瓶罐,但这过程中也容易衍生滋生细菌的问题。 如果原有的瓶罐内部是潮湿状态或有残留产品,都不易直接倒入补充包。 如果还有剩余的产品,最好先使用完再倒入补充包,因为剩余的有效期限一定比新倒入的短。 瓶内若是潮湿状态,比如有自来水在里面,建议先风干再装。 这就跟制作果酱装瓶很类似,装果酱的玻璃瓶都要用热水煮过消毒,等水汽散掉后再装果酱,如果瓶内有水分,果酱很容易腐败。 但家居清洁用品大部分是塑胶瓶,不能直接用热水煮沸,因此可倒入煮过的水,稍微摇晃清洁后再晾干,或是喷消毒酒精,确保瓶内干净干燥再装入新产品。 以上就是清洁产品加水稀释的正确方法,如果我们的视频有帮助到你,希望帮助我们按赞订阅和转发,感谢您的关注,我们下次见。